冰雹一颗一颗像珍珠粉圆一般大小 农民捧在手心看 心都凉了 菜园被冰雹席卷 菜被打烂了 连连哀叹 今年要当乞丐了 26号下午3点多 南投仁爱华岗地区 下起冰雹 山上顺尖峰女交加 马路出现黄沉沉的水流 雨声异常的大 噼里啪啦 原来不只是雨 还有冰 这场冰雹大约下了半个小时 停歇之后 居民外出查看 屋檐下地板上 农田里 还有车斗上 都看得到冰雹 被冰雹打过的菜也烂了 全部都没办法收 连一颗都没办法收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上山勘灾 农民叫苦连天 高丽菜的价格正好 泼菜 蒜苗也可以收成了 但是被冰雹打烂了 农业处勘灾出谷菜园损失100公顷 茶园50公顷 靠天吃饭的农民有冰雹成灾 也要防烈日危害 烈日高温赛的人头昏 冒骨干也怕被晒坏了 果农在冒骨干上喷一层碳酸钙 就像擦了防晒乳 希望它能保持果皮 油眉眉被泡泡 凤梨则要拉黑网覆盖遮阳 果农说近期连续高温 约有一层塞伤造成的损失 TBS新闻陈家贵张从敏 吴淑平 南投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